这阿瓦在大理寺狱中 也待了些日子 该拿出来提神了 殿下你要是不提的话 有件事我还真忘了跟你说了 说 金破国的那些刺客 兴许觉得花献主可以救他们 就连阿瓦 从关锦牢房那日起 一直到今天 天天都在叫嚣着要见花献主 想见他 对啊 这不就坐实了花献主 与金破国私下勾连之事 道理寺 跪下 不跪 跪下 就你们这种态度 还能与我们金破国好好和谈吗 你觉得你自己 能活到和谈之日吗 阿瓦将军可能有所不知 本太子从来不会管别人是怎么想的 只管自己想怎么做 你日日在牢里大骂花琉璃 是为何 我骂他 那是因为我着了他的道 但是他也同时着了我们二皇子的道 什么意思 把舌头捋直一点说清楚 就是那小骗子 中了我们二皇子的美人计 那不然我们二皇子就被你们抓到这里来了 美人计 还真像是花琉璃能做出来的事 那个姓花的呀 特别喜欢我们家二皇子 喜欢的是日日夸赞 赞不绝口 但他不知道啊 这是我们二皇子做的 忍辱负重的选择 那小爷们儿现在一定气死了 他原本想抓我们二皇子 居然把我给抓来了 金破国已然是战败之国 阿瓦将军更是战败之将 何来勇气去编排 我国战胜将军的女儿 信不信我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 你砍我什么 来 让你看一下 什么是金破国的应用 阿瓦将军 你应该还不知道一件事吧 什么事 你和你牢房旁边的那五名刺客 实则是一个柱子 来人 将阿瓦将军带回牢房 一应饭食检办 同时请太学老师来 好好教导一下阿瓦将军 败君之将 该如何谨言慎行 你为什么见我饭食 我有什么好学的 饭食不能检办 我不学 你给我放下来 我要跟他好好恋爱 殿下 您派我潜入牢里打谈消息 但也不用真的给我上行吧 您还是先给我按个罪名吧 裴照青啊 你审查多日毫无见数 有叛国通敌之嫌 殿下 这叛国通敌之嫌罪 是不是有点过重了呀 那维护战俘总可以吧 这座民可以 多谢殿下官人 既然裴少卿不想受刑 那便送你去和那位将军做陪吧 小七小八 是 除去裴少卿身上的官府 叫他押去地牢 是 不是 请你 殿下 需要为臣帮您打听 金破国二皇子 与花县主到底什么关系吗 这样 那花县主就有天大的把柄 在您手中 他必定啊 乖乖服从于太子殿下您 花县主的品性 姑还是知道的 小心小八 佩大人 走吧 金破国二皇子贺远廷 真的想啥花县主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阿瓦这个敌人 看来 殿下是十分信任花县主了 姑只想知道贺远廷此人 你是作何评判 此人 在金破国的势力 便如同您的三弟 母族示威 全凭个人能力 有一针大统之力 此人 无意高强 有统军之力 在金破国出却太子 便是这位二皇子 拥躲甚至 阿瓦被擒后 贺远廷在国内的声势便大不如前 后来 据说游历各国去了 所以当初你的情报也不算错 花家军勤到阿瓦 却让贺远廷跑了 可这到底是美男计呢 还是美人计 小姐 你不是说你跟太子殿下的关系 已经变好了吗 怎么谅了我们这么久啊 到底能接到吗 接一下试试喽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找 找 找 找谁啊 你跟那么多人都结了院了 谁还愿意借给我们 怎么说话呢 我和嘉敏君叔关系就很好呀 是吗 花现出稍后 殿下刚回来 要先沐浴更衣再来见你 看见没 这已经是需要沐浴更衣 才能见面的交情了 看来我们只能投桃报李了 看来我们只能投桃报李了 殿下 颜色太过浅了 那您再看看这件 嗯 太过隆重 殿下 这件 嗯 稍许有点稚嫩 那您看看这件 约伟 这好好吃啊 我们一会儿也买点回家吃 好 小姐小姐 嗯 嗯 不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那我不是太子殿下生病了 开始胡言乱语了 她这是要做什么 姑岂是此等随意之人 有病就得去看啊 你怎么躲什么呀 殿下 你这手是做什么 你防备我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小姐 你们好了没有啊 这 这是臣女的茶茶 姑 刚才是不小心碰到的 尴尬死了 快说点什么呀 怎么弄成这样 这茶还真是烫手 我刚刚才倒上了 哦 对了 华建主 你将来既然要当鸿炉四卿 就要在百姓面前做好表率 你和英王殿下如今 好歹是对手 无视还是不见 臣女没想和英王殿下多见面 嗯 那就好 哦 至于精灵院这个地方 也还是不去为妙 为何 臣女听说朝中很多文武大臣 都非常喜欢去呢 嗯 那太子殿下呢 姑 从来不去精灵院 不是 臣女是问 那琉璃还能见太子殿下吗 你是姑推选之人 自然要站在姑这一边 姑为何不见你 那我就放心了 琉璃答应太子殿下 嗯 既然殿下都说 琉璃是殿下这方的人 那琉璃 今日就来找殿下帮忙了 什么忙 小事儿 借些银钱 借多少 嗯 你真不信姑没钱啊 所以殿下之前 财大气粗的模样 都是装出来的喽 这些年 姑都将银两 作为其他用处 好吧 嗯 不过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 约维 把我们之前准备的那些东西 拿出来给殿下看看 使臣们到达龙井坊之后 衣食住行都有着巨大的需求 而花宅恰巧就在附近 而且这一片呢 都有一些废弃的房子 臣女觉得大可利用起来 如何利用啊 臣女准备把这些废弃的房子 给她隔出铺子来 一来那些滞销的瓜果可用 二来那些闲散的百姓可用 三来可以用来招待 各国来的使者 殿下 你觉得 臣女的想法如何 大可作为 花宪主尽管去做 可是 臣女没钱呀 既然你都说了那么多了 姑定然也要支持一下 姑将全部家当 先借你用一下 太子殿下 你太好了 怎么比我还穷啊 那还要多谢太子殿下 轻能相助的 下来 太子殿下